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现在传出问题的油品盘商 为了要避免亏损过多 有不效的业者将存货转卖给小型的食品加工厂 业室等管不到的地方 至少已经有十万桶以上 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表示 目前还没有掌握这样的消息 不过违法的行为绝对禁止 下架的产品可以转制成肥皂 升职能源等环保产品是合法的 不过如果在转卖绝对重彻